撒净的方法很多 现在跟大家谈一个最简单 也最直接的撒净方法 这个撒净本身来讲 这叫做大被骤髓撒净法 当我们去求四雄姐姐灌顶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一并把这个法的灌顶求了 本身来讲撒净最好是继续去撒 如果我们请法师们去撒的话 是很好啊 但是每四十九天要撒一字 所以我们最好是自己学啦 自己撒那就最好了 拿一个清净的丸子 清净的丸子 拿一个清净的丸 不是吃的丸子 在广东话是一个 我呢 这个我们要在中观堂这边拿很多的大杯水 中观堂的大杯水 上司经常护摸的很有法力的 我们就把他的大杯水通通请光 之后我们的手 这个大杯水拿回家之后 就放在我们的弹层上面 每一个月就做一次 就是本身来讲我们这个手啊 这个我们叫做三三印 一二三的三 三水的三 三三印一二三 三三印 那这个印啊 这是用来拿东西的 拿法器等等的 我们先把这个大杯水放进里面 首先我们当然是要先定理弹成 求西圈的价值 之后啊 我们就是把大杯水先放进里面 之后我们就是如果 我们平常有拜关系菩萨 因为是大杯水 所以我们就求关系菩萨作为主尊 如果我们求的是其他护法的水 我们就以其他的护法作为主尊 莲花童子的护摩法律的水 就以莲花童子为主尊 那这个很清楚啦 大杯水 则以关系菩萨作为主尊 那这个就是 这种所谓的三三印 把这个水 把这个碗拖住 右手比这个剑子 就是刀剑的剑 那就是按住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时候啦 本身来讲 我们首先要祈求根本上学的价值 那要祈求南无关系菩萨的价值 之后啦 我们本身来讲 是有一个手印要做的 那本身来讲 就是我们首先呢 这个放我的左手拿住这个 我们先要 拿起我们的右手剑子 然后做这一个印 一二三四 画一个旋 之后就写一个 四 在里面 要写两次 所以啦 这个就是 Ong 阿 或 Hong 再多一下才转过去 之后就写一个set 在里面 这代表是观系菩萨的意思 就明白吗 所以那我们拿住这个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的上面 就写这个 所以我先来做一些给所有同学们看 这个就是 不敢了不敢了上市 不敢了 所以就是怎样 拿起 一 Ong 二 Hong 多一下 转 一个月轮 思 Ong Mani Bemini Hong Se Ong Mani Bemini Hong S 两次 转 上来 之后啦 在我们写完这个set 两次之后 我们要转个圈 上去 之后就要观赏这个set字 化为千手千眼观心菩萨 或者是化为南无观心菩萨 化为南无观心菩萨 之后我们就要把观心菩萨 化为一道白色的光 进去这个水里面 就是这个观心菩萨本身 化为一道白色的光 白色的光融入这个水里面 这一碗水 就变成一个 发光的水 这是观心菩萨 进去这个水里面 那这个 我们就叫做 大倍水 大倍水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平常在家里面 就是在中观堂 请了那些大倍奏水里去之后 我们有时间可以念大倍奏 加持 也可以多一点的 求观心菩萨的加持 当我们把这个水导进去 就是把这个观心菩萨 请进去 封闪变成一个白光的水之后 我们就用我们的无明子 无明子 所以本身来讲无枝手指 滴水佛风空 滴水佛风空 所以关于水的东西都是用水指 水的指 水的指 去点 然后去淡 这个重点是这样 我们从团成开始撒进 你淡去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就变成一片 白色的一片光明 你在淡去第二个角落 第三个 第四个 这每一片 每一片 就变成一片白色的光明 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淡的时候 这一片就变成一片白色的光明 这一直淡一直淡的时候 一个房间 进完 就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楼梯洗手间 床 衣柜等等 都统统清净干净了 最后 因为你每单一片 每一片就光成成为一个白色的光明 到最后 你整个房子就变成是一个白色光明的房子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叫做 你的房子已经清净了 你的房子已经清净了 这是每一个给它变成白色的光明 我们可以观赏白色的光明 有一条金刚柱这里面 也可以观赏白色的光明 有一个色关系菩萨的色字在里面 也可以只是观赏一个白色的光明 重点是整个房间 整个屋子 都是白色的光明 那这个白色的光明 就代表我们的房子已经清净了 从我们的坛城开始上 直到我们的这个 睡房 床 食手间 衣柜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衣服 因为一般来说 鬼神众都会在食手间 还有衣柜里面的 所以我们经常要撒 都要撒这几个地方 到最后的时候 在我们的后门 或者是如果没有后门的话 就是这门了 把这个水堵出去 堵出去 这个就是基本的撒净的方法 记得吗 好 那我们现在再做多一次 首先就是这个三三印 把这个 蝶 这个这个 蚊 都拖住 那之后了我们拿着拿起我们的右手 比一个箭子 往上 之后了就是 哦 哦 啊 哄 多一下 转 一个圆 代表月轮 一个 色字 哦 如果是莲花童子 拜被水 莲花童子护膜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 轰字 啊 关心菩萨的护膜 我们就写一个 色字 啊 就是写本尊的种子字 那再写到一个色字 总共是两个 转一个圈 往上 啊 祈求观心菩萨 方光明 出现 加持这个水 就观想这个色字 化为一尊观心菩萨 观心菩萨 再变成白色的光明 之后这一尊白色的光明 观心菩萨 就军到你的水里面 这手就按住在这个 这个环的旁边 那这个就叫做大杯水 你撒进就用无名字 去一边撒 一边持观心菩萨的心咒 或者是观心菩萨的名号 就一边撒 一边持心咒 或者是持名号 这个这是最基本的